我們下一個要為我們進行說明的是來自我們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點藏組的葉長根助理研究員來我們進行AI輔助考古出土陶片分類的作業的說明分享有請 主持人還有各位與會的來賓線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葉長根那這次代表文化部跟我們史前館提出的題目是AI輔助考古出土陶片分類作業這樣的一個題目那希望大家會有興趣那我們接下來看下一頁 好 那我們這個這裡大概看到的是我們在考古發掘上 以一個發掘報告出土的一個結果我們會再把一些陶片整理起來分類做成這樣的樣子 但是實際上考古發掘出土的這個陶片它的數量是在所有出土遺留物裡面是最大宗 動輒都是數萬片或數十萬片甚至像以大型的考古移植區域可能會達到百萬片以上 但是能夠被呈現出來或能夠被作為數位資料的其實佔的比例都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們看下一頁 那史前館現在我們總共有在台東跟台南總共有三個場所 那本館是在台東的康樂火車站旁邊的康樂本館 那我們在台東火車站後方有一個 北南遺址公園 他是以一個考古定考古移植作為園區的一個文化遺址公園 那在台南科科學園區裡面有一個南科考古館 那他也展示台南區域的史前文化為一個核心 那台灣的史前文化其實可以追溯到3萬年前 而且台灣有超過2000處的考古移植 那考古發掘這個工作這幾年其實也在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 已經算是一個行業了 到今年年初 包含像最近這個月也有新的考古 民間考古公司成立 已經有十幾件 所以這種考古工作會有非常多的這種需求 那史前館大概主要是在進行一些考古工作 那我們也有一些科學分析跟3D數量化的這種工作的部分 那有關這個部分我簡單做這樣的說明 那我們看下一頁 那考古工作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張圖 他就是我們大量出土的桃片 經過清洗後再曬乾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清洗過後 其實還要經過能力的分類 然後測量 其實他都會消耗非常大量的能力以及時間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這些資訊也有可能會產生誤差或錯誤 所以這個議題我們希望可以達到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說是不是能夠有效的去開發一個作業系統 或作業的一個方式 我們其實想像中把桃片放在鏡頭下 他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完成桃片的測量 然後甚至他的部位的一個分類 然後基本數據的一個建檔 好那 還有他表面文字的一個判斷 然後這些東西他都可以很完成的建立 我們就可以未來在考古工作上就可以審去說 我在 在清洗完桃片以後 我要自己用人工的部分一片一片去做測量 然後測量完 同時還要有人用手寫的方式 或直接輸入電腦的方式去做建檔 這樣的一個過程 可以免除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還希望就是說 如果能夠進一步的話 可以透過影像的一個辨識方式 去判斷這個桃片本身的質地 還有他的摻合料的出息 那最後透過上述的這些訊息整合起來 去分析有沒有可能這些桃片 他可能是來自於同一個桃管 那我們在這個題目上 我們未來會提供大量的桃片的一個照片 那我們會先把題目聚焦在單一個考古意識上 讓這些資料比較有一個 共通性的可依循的部分 那這些桃片也會有他的相關的 桃片的出土遺物清澈的資料 我們下一頁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經過很多片桃片拼合起來的 但實際上能夠拼合成這樣的桃冠的 桃片其實也並不多 大部分都還是非常的破 所以他非常大量的被 用一般的夾鏈袋包裝起來去做處理 那我們看到一個陶器的 部位我們基本上在考古學上面 會把它分成口圓部 我們先看主要紅色的口圓部 頸部然後腹部圈組 那當然有時候會包含像肩部這樣的部位 那如果再分小一點 還會分成唇部折肩 然後以及底部這些訊息 那我們看下一頁 那表面上還會有這些紋飾 那我們看到這裡面有些紋飾 用的是我們手繪的繪圖 那大部分是桃片本身的照片 那這些紋飾 他在主要會有一些 一些主要的類型 譬如說他是用壓印的 還是用刻畫的 還是用彩繪的 那每個類型下面就會分成 各種不同的紋飾的一個型態 那這樣的紋飾型態 當然單純點他會單一個桃片上 他會有一個單一的紋飾型態 那如果複雜一點有些桃片上 他可能同時會有波浪紋啊 會有直線紋 甚至會有神紋 這些複合型的這種 這種紋飾型態出現 那在這邊簡單做一個說明 好下一頁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左上的 就是會同時有所謂的解剖紋 跟平行畫紋 就是也被稱為壁畫紋 這樣的一個文式型態 那左下角這個會有所謂的圈點紋 跟羽狀紋的這種複合的一個紋飾的樣態 好 那我們看到這邊中間 右邊的這個提到的這個 炸 炸狀紋跟圓點紋 這個是屬於彩繪型的紋飾 他是用色料塗抹在平面的表 的淘氣上面 那最下方還有一個有提到這圖紅的 這比較特別一點 他其實就只在淘氣表面塗上一層紅色的 泥料這樣的一個形式 好我們看下一頁 那我們在數據的描述上 我們大概會提供像現在這樣的陶片 我們提供的數量 可能會提供 盡可能的數量多一點 可以達到幾百件這樣的一個部分 當然我們最近還在努力針對這個議題 要提供比較完整的資料 那我們拍照的形式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他下面會當比例詞 那上面會有色票 那比例詞的目的當然就是為了確認他的尺寸 那色票的目的是 是為了確認他顏色有沒有偏移 或有狀況的這樣的情況 那上面是這個陶片的編號 那我們這個編號 基本上會按照他的出土的資料去描述 譬如說前兩碼是考古探坑的一個區位 然後再接下來三四碼是考古探坑的編號 那接下來兩碼是最左邊那張個38是他的層位 那2是他的區位 那037是這個地方的一個流水號 這片草片的流水號 那我們目前拍的照片 目前主要會拍正面側面跟背面 那可能還會再加上頂面的照片 那這是可以提供的這個數量 那我們希望說這樣的照片 他可以去分析出分析出草片的 就至少可以量算數草片的一個長度 那這所謂的長度 就是我們現在從正面看到他的 他的最長的部分的距離是多少 還有最寬的部分 那以及從側邊看到 我們看到的厚度的部分是多少 那但是側邊這個厚度的判斷 可能就比較需要一些技巧 那我們看下一頁 那我們提供的數據 就會針對每一個編號上面會提供上 上述的這樣的一些數值資料 要供大家去做一個參考跟分析 那我們這一次也有特別提供一些 就是我們在資料上 他已經確定是可以拼合成同一個桃冠 就確定是同一個桃冠的不同破片 這樣的一些資料 供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當然我們會希望說 未來後續這個資料可以越完整 越好 我們看下一頁 那我們期望的成果就像是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樣一片陶片 那我們希望說如果未來這個桃冠 他把它放在工作過程 然後他清洗好以後 他只要把它正面的放在相機下方 然後同時擺上一個比例子 擺上一個比例子 然後他就可以自動的按個按鍵 我們就請同事按一下按鍵 他就可以會跑出下面的數據 詩婷幫我按一下 那他就跑出下方的這個數據 那就會把他的編號自動輸入 然後判斷出他的部位 然後表面的紋飾 那包含他的長度寬度 那厚度可能就要再轉一下角度 去拍側邊的部分 然後去取得他的厚度 那當然重量就變得說 我們要另外測量 那他同時也會自動的去記錄 他的拍攝日期 這樣的部分 那如果未來分析過後 他可以做拼合的部分 可以進行是最好的 那剛剛提到的這個是我們認為 希望這個題目可以達到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希望說如果 如果有辦法再進階一點的時候 他可以達到就是說 把這個陶器他本身 他上面會有一些 因為為了以前的燒製溫度不太高 那他會有一些夾雜一些 一些石頭的細砂 把他夾雜去入這個陶土裡面 再去做塑形 那這個細砂在研究上 他可以提供作為他質地的一個判斷 那我們通常會先分成 砂的粗細程度 那就要從他的尺寸去判斷 他表面夾砂的粗細程度 那我們在提供的資料上 也會選擇一些有夾砂的資料 去供大家做一些參考 那當然針對每個考古移植 他可能夾的砂 會有一些不同的礦物來源 比如說石英 長石 板炎 或灰石 甚至有些是貝殼砂 這樣子的一些成分 那我們希望說 如果可以的話 是在這樣的一個開發過程當中 我們先可以先 未來針對每個考古移植 先建置一些 這個每個考古移植的基本資料 然後供這個AI去做學習以後 他就可以去辨識這上面的夾砂的 夾砂的內涵是什麼 那也未來也可以同步 呈現在這個 這個系統的呈現上面這樣 好我們下一頁 那目前來講 雖然說我們提的這個東西看起來 我個人認為他應該算難度不高 但是要達到很高的精確度 他可能需要一點 比較小的巧思的一個規劃 但我希望說這個東西的完成 他確實可以為台灣的考古的工作上 得到很多的幫助 他也不是只有我們時間 博物館會去使用 台灣有很多考古的學術單位 以及我剛提到的一些考古民間公司 他們可能都有這樣的一個需求的使用方式 好那這是以上的一些介紹 謝謝 是非常感謝我們椰長跟助理研究員的說明 那我們後續也有一些問題 想要來進行提問 首先呢關於第一題 陶器碎片的拼接主要是要看表面的紋路 還是銜接處會比較準確呢 或者是需要來進行綜合比較 那關於這一題我們的助理研究員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回覆呢 他基本上我們在判斷的話 如果他是同樣紋路的 通常就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判斷依據 那當然還有就是他的側邊的這種銜接處 如果他的那種破裂線是相似的 那當然這很容易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那另外還有我其實在題目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可以透過 他測量陶器的這個弧度 測量陶器這個弧度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陶器他有多大 以及他的厚度有多大 這些訊息都可以提供為 作為他有沒有可能是同一件陶器 的一個可能性 那所以我覺得剛剛提到的這種 不管是表面的紋路啊 或者是或者是說他的破裂線的部分 那還有還有另外剛提到的這種 所謂的他的尺寸的大小 我覺得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依據 謝謝 是 謝謝 那還有下一個題目 我覺得也非常重要 好 在進階的題目當中 我們有提到的質地辨識 那目前的數據有集中 有相關的標註嗎 這個研究員 部分啊 我們覺得說 我們到時候會提供一些在 在我們提供的資料上的一些標註 然後供大家去做參考 然後會把 那我剛會提到我們這次是 一個單一個考古遺址 就是在桃園的白沙豚 普定考古遺址的資料 那我們會在未來提供的資料上面 去標註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需要時間去做一些見證 那我想這是可以的 是非常感謝 那以上的是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 那後續我們線上來賓有今天的問題 我們在後續來做一些回覆了